台湾疑惑到日空25年 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 有动机团体调查的支出说 动机还有表明的信用 对当初的准备和接行也有影响 同婚过后它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为我已经出柜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完整的讨论过医疗的问题 就是包括要不要插管 要不要急救 说到自己照顾老母坐会后的生活 作家顾欣疑感受是真亲 两只议题对他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来说 是很大的可渐 现在当初的新闻 在照顾和老母的议题也有很多压力 我们也发现了是 那台湾的长照机构对同志友善吗 我们的父母进入到这样的机构里面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同志身份 对他们来讲会造成另外的压力 经计当机团体的调查 目前也有差不多7%冬季的受讨价 完全没有公开意识冬季的新闻 如果其他人公开的听到是没什么样 如果他完全公开冬季新闻 跟都没有公开这两大旅行来比 完全公开的人照顾白人的经验 也跟北部讨论秀书的比例比较高 反而冲突 反而照顾这人分配不平均的比例比较高 现时跟不公开新闻 对当初的准备到这边 有一定的影响性 没有出柜的人他就是对家庭的关系 没有信心 或者说他觉得他跟父母是有沟通上的障碍 或有沟通上的困难 他们的这个观念价值可能差很大 同样的在遇到长照议题的时候 这个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担心 为研究的结果来看 冬季团体建议 政府上官单位未来可以建立 冬季上官永务因丁丁照顾的机构 不用冬季当照顾做这 让台湾的当照可以做得比较糟糕 接着综合报道